1954年,新中国第一届国务院诞生 周总理地位不变,但在副总理这位置上 却由政务院时期的四人增加到了十人 由两老八姓的阵容组成了全新的国务院领导班子 他们都是谁,又有何过人之处呢? 欢迎百度搜索第一届国务院了解更多历史内容 点个三连,马上开讲 周来作为总理位置上的长青树传奇人物 将千疮百孔的新中国带上了农业、工业、外交 全面开花的全新道路 尽管将政务院改为国务院 但周总理仍是当之无愧的一把手 但考虑到性质的转变和发展的需要 为了分担周总理肩上的担子 中央给他搭配了十个副手 首当其冲的第一位副总理是陈云 作为共和国的钱袋子 新中国的掌柜 从政务院到国务院 他的地位始终屹立不倒 主要负责财经和工业方面的工作 而与陈云一样地位不可撼动的另一老 则是时代委员邓小平 从革命时期的一方名将 到新中国的中央领导 邓小平身受组织的器重和信任 当毛主席和周总理缺席外出访问时 他更是多次代行总理职务 坐在中央名单中 还有四位大家十分熟悉的开国元帅 前三者主要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 以及国防事业的建设 而陈云作为十大开国元帅中 唯一一位有文科背景的元帅 建国后弃武从文 他除了协助周总理处理国务院日常事务 还兼顾政法文化外交方面的工作 第五副总理邓子辉 同样是一位资历深厚的老革命 建国后 他因在地方突出的农业工作能力和成绩 进入党中央领导的事业 随后被提拔到北京担任副总理 主管农业林业水利气象 供销和信用合作等部门 为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道路 倾注了毕生经历 第八副总理乌兰夫 是国务院领导班子中唯一一位少数民族 同时也是无人可以替代的一位 战争时期 他是内蒙古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为解放内蒙做出了巨大贡献 1954年 乌兰夫成为国务院副总理 主要负责民族事务 第九副总理是李福春 倒在抗战时期 他作为陈云的助手 在参与党内财政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建国后从东北局调往中央 在副总理岗位上主要负责经济和重工业两大部分 成为了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领导者 1954年 李先念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 协助周总理处理日常事务 协助陈云进行经济建设 手下掌管着粮食财政商业和外贸等方面的工作 更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在副总理这个岗位上 从54年到80年连任五届 一干就是26年 成为了新中国历史上任职最久的副总理 而在两年后因中央工作的需要 在原有实验的基础上 又继续任命了聂荣珍和博一波两位副总理 分别主抓科学经济两大方面 在以周总理为核心 两老八心的辅助下 国务院领导班子为祖国的发展和建设担惊截律 开创了新中国的全新局面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我们点赞留言加个观众 下期再见